秦国从最初的边陲小国到秦始皇嬴政统一六国 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 可秦国是怎么从众国中脱颖而出 接着统一六国 如此壮大的帝国又怎么轻易被灭呢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秦国的兴衰史 秦国的建立就要从西周时期说起了 周天子有个手下叫秦妃子 这个秦妃子姓秦 想的没错 他就是秦国的始祖 可是秦妃子一开始只是给周天子养马的 因为他的养马技术一流 周天子非常的喜欢他 就把这块地赐给了秦妃子 就这样 秦妃子就成了秦国最初的国君 地不大 只有区区五十里 这么说吧 放在现在也就是一个区的大小 原本就是一个养马的 成为国君后 经济跟军事都几乎是没有的 那怎么办呢 这还是得仰仗着老大哥周王氏存活 小秦国就这么建立了 五代人以后 秦庄公的父亲被西戎杀死 秦庄公这一气就问周天子借了七千兵马 凭借七千兵马击败了西戎 还收复了师弟 地盘一步步的扩大 秦湘公在位时期 周王朝那边发生了件大事 那就是我们所知道的 周幽王 烽火系诸侯 周幽王为了斗乐妃子 和美人一笑 和妃子在烽火台上对饮时 周幽王点燃了烽火台 诸侯将领 纷纷领兵赶来 结果周幽王却说 兄弟们 我是开玩笑的了 玩了诸侯们一把 妃子看到诸侯被戏耍 也终于是笑了起来 紧接着 周幽王之后又玩了几次 直接丢弃了自己身为天子的信用 这是狼来的故事的典范 最终导致了外部部落 打过来的时候 没有人救援 所以周幽王死了 老大哥虽然没了 可秦湘公 他是老忠臣 他还是竭力的保护着周王室 之后周平王 被诸侯拥立为新一任的周天子 可周平王上任后 觉得这个外族部落太难搞了 就下令迁都洛邑 也就是今天的洛阳 秦湘公来护送 史称平王东迁 周平王路上看着老忠臣秦湘公 那是一阵感慨 想赏赐一下 可是现在自己都落难了 就许下一个空头支票 周平王对秦湘公说 爱卿 齐山西边的领土被外敌攻占了 如果你能把他们赶跑 那些地就是你的了 这张空头支票 在短期内可能是无法体验的作用 但是除了空头支票 秦湘公得到最重要的东西 那就是名分 我们都知道 在古代 名分是非常重要的 秦国正是从周天子的附庸 升级到了诸侯国 再也不是天子底下的小喽啰了 并且也能名正言顺的征兵买马 提高军事能力 秦湘公之后 数代秦国国军 为周天子的空头支票努力 不断攻伐征战 一步步夺回的周王朝被攻占的领地 经过百年创业 秦国从区区五十里 扩展到了占据大半个关中平原 逐渐成为了新兴强国 随后呢 到了秦国的第九位国君 秦穆公 当时晋国内乱 秦穆公相助他人 登上了晋国的王位 两国关系非常的好 随着晋国国军的驾崩 秦穆公就有了别的想法 膨胀的他 想吞下晋国这块肥肉 便开始了进攻晋国 可是晋国也是一个巨无霸的国家 一口哪能吃得下去呢 秦国对晋国的进攻 失败了 只能退回 反手去找老兄弟西戎的场子了 转变方向继续向西发展 这里就要提一下秦国 当时非常牛的人物 叫做百里西 他是秦穆公用五张羊皮换回来的人才 百里西制定从事于民的国策 在东出之路被锁死的情况下 还能向西开辟了千里之地 成就秦国称霸西隆 秦穆公之后的国军 基本和弱智都沾了点边 没什么大的发展 晋国呢是个超级大国 就在秦国附近 秦人出门抬头就是一个爸爸 你说这可怎么办 可谁能想得到 晋国内部自己出了问题 晋国最高话语权有四个人 导致了意见不合 一个个都想当老大哥 不同意那就搞事呗 结果四人的其中一家被三人联手送上了西天 超级大国被三个人分成了三份 历史上叫做三家分进 这无意是帮了秦国的忙啊 晋国太强了 吃不下 那就分成三份来吃 这不是乱杀了吗 况且三人中都有隔阂 其中一家被打 根本不会帮忙的 简直就是切换成了简单模式 老大哥都没了 俗话说乱世出英雄 这不出来闯荡一番吗 随后春秋结束 进入了战国时期 春秋时期 大家都好好的说话 毕竟有老大哥在 战争只是为了谈判 可是现在老大哥都没了 没了限制 人的欲望被无限的放大 只要打得下来就往死里打 全都给吞并了 之后 阴晋之战 五起率五万卫军 稳扎稳打 大败五十万的秦国军队 赶得秦国都喘不过来气 到了秦国秦孝公继位 运气就好了起来 秦孝公遇到他命中那个贵人 商鞅 秦孝公跟商鞅开启了变法之路 主要内容呢 就是削弱贵族建立军功爵位制度 奖励更战 变法之后的秦国 国力大增又朝气蓬勃了起来 随后又找到老对手魏国 国力大增之后的秦国 就像开挂一样 把当时的魏国攻占的领地 全都打吐回来了 开始了统一之路 可就在争争日上的势头上 秦孝公死了 秦孝公这一死 商鞅跟着就来了大问题 毕竟微信全是靠着国君在撑着 秦惠文王一上位 就想整死商鞅 稳住贵族 为自己造势 可是这个秦惠文王知道商鞅变法 确实是厉害 于是呢 他就只搞死了商鞅 变法继续沿用 接着呢 战事频发 小国几乎都被灭了 就剩下上面七个老大哥在玩 分别是韩赵魏 楚燕 齐 秦 当时七国互相制衡 六国都没有灭秦国的心 几次攻破 秦国都是割地求饶 六国就放过了他 毕竟他们也不想赵魏 韩三国做大 留着秦国来制衡他们 慢慢的秦国就逐渐的变得强壮 到了一国做大的程度 先后统一了 韩赵魏楚燕齐六国 秦国奉行的是法家思想 弱民强国 靠商鞅更战政策倔起 所以能灭六国 但成也法家 败也法家 秦国统一后 依然运用严法治国 秦始皇在时 大家还不敢作乱 可秦始皇一枚 什么陈胜吴广 流氓项羽 全都蹦出来了 秦始皇在沙丘驾崩 死前留给长子扶苏 一封至关重要的遗嘱书信 可是没有马上发出 被保管在大太监赵高的手里 最初秦始皇驾崩的消息 只有李斯赵高胡海等人知道 随后他们几人商议 开始了密欧篡位 制作了一份假的手谕 立胡海为太子 赐死扶苏 这很可惜啊 扶苏对这封赵书 没有任何的质疑和反对 就拔剑自吻了 紧接着北方统领蒙田 被囚禁致死 赵高他们见到最大的障碍被清除了 喜冲望外 随后胡海继位为秦二世 胡海当上秦国国军后 有反抗的声音 他就将仲臣和将领 前后杀得七七八八了 胡海又是一个只会玩乐的暴君 造成了民不聊生 在秦国这种国情之下 叛乱的刘邦 轻而易举的就将 虚空的秦国打得出城投降 秦国之所以能一步步撅起 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商鞅变法 以及秦惠文王 杀商鞅而用新法 而到了秦始皇后 国家内乱不断 就算统一六国 强如铁壁 但是对待无孔不住的内乱 他始终还是招架不住的 弱国强民政策 积压百姓 有心人篡位 这两个都是大秦被灭的主要原因 好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